所以 為什麼一定要去美國 那為什麼不去英國 不去法國 沒錯 因為它要來到什麼 所謂的 因為過去我們按照台灣關係法的觀念裡面 再來我們會提到台灣關係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裡面 台灣關係法裡面 有一段一段 第四五條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是 台灣的治理當局 那我問各位 1979年1月1日後 以後的中華民國是什麼 以前承認 以後沒有說承認 它只承認以前 以後是什麼 有沒有想過 好 沒有 那是政府跟政府 我們現在講的 台灣治理當局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 台灣治理當局 是從1945年 然後到1952年 1952年 那個救急戰合約 生效之後 跟日本簽一個所謂的 台北條約 因為這個兩個條 這個台北條約 可以讓蔣介石的政府 在台灣 那那個時候 美國又跟 1954年的時候 美國跟 中華民國簽所謂的 防疫條約 那個時候的 台灣是誰在治理中 中華民國在治理中 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 是美國承認的一個國家 可是它雖然是 是要佔領權的姿態 來佔領台灣 那代表 那 那時候美國承認它的 政府關係 也承認它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所以它是很多種身份 可是我們過去的觀念是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 它的名字叫做馬民 這是我們一片 我們在媒體裡面給我們 那我要提到 1979年 1月1號 以前是美國承認的 治理當局 跟它的政府關係 我承認你是中國 你是中國的代表 但是呢 我也承認你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是兩種承認在裡面 那到了1979年 沒有政府的關係 你不再是我承認的合法政府 但是呢 我承認你到1979年 1月1日以前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 有美國跟中華民國 要簽任何協定 有沒有 沒有 譬如我的房子租給你 租的時間到了 剩下的時間是什麼 好啦 你東西很多了 我再給你三個月半年 對不對 那 那半年後 你還是要住 是這樣 那這個半年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默認起來 我同意嘛 那時候我不簽約 我同意你繼續簽約 只要台灣民政的不出現 你就繼續住下去 是這個意思啦 因為 他會跟你講 譬如說 這個我爸 有一棟房子 租了別人 這個租起到了 然後他就說 然後就下一任的房子 對 對 他就說 欸 你的租起到了 房客說 我不可以繼續續約 那個屋主說 不不不不不 我的兒子 怎麼要從美國回來 可能沒有辦法住你太久 直到我的兒子回來以前 你可以繼續住下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一樣的意思 一直到 2008年 台湾政府成立之後 比如說我的兒子 從美國回來台灣 你們可以走了 是這樣的意思 也就是我默認 我默認 他說 每次美國 那個中華民國的中文 要去美國 報告說 美國說 我的兒子 打去要畢業了 可能要回去了 可能那房子不能 不能再繼續租給你了 因為我兒子要從美國回來 那是不是這個房子 他就沒有辦法跟他騎 因為我給你打騎的話 我告訴你我兒子半年後回來怎麼辦 所以 這個美國的兒子 是不是已經回來了 台灣民征服 2008年成立了 回來了 台灣人回來了 台灣人老人子回來了 好 下一題 這個入侵入 好 這裡 平定或征服 那個 那個戰爭沒有在我打贏這個國家 我戰勝這個國家 不是 他們都要爭 或者是 那也不一定會混亂 所以要平定 有沒有 交戰國 即以佔領敵方民主 好 大家注意 這個一定要記起 你們只要聽到佔領 不是你的就要佔領 我屬於你 譬如說像那個太陽華有沒有 他們不是講 佔領國會 佔領行政院 有沒有 因為 他們為什麼講佔領 是因為 不是他們的 自己的家還叫佔領嗎 自己的土地還叫佔領嗎 不叫 好 列個重要的觀念 意味著被佔領弊的主權不受於佔領國 好 記起來 這個是美國FM27 入境戰鬥城 上面寫著 主權跟佔領無關 這寫得很清楚 第三個概念就是 佔領本質上屬於戰時的限制 所以我們主張的這個部分 國際法的部分 就是在告訴我們 不管今天誰來佔領台灣 這個是日本的領土 屬於日本天王的主權 他已經依據國際法 已經符合了 將台灣編入他的憲法領土的一個程序 之後呢 這個土地 永久成為日本不可分辨的領土 那麼這個 因為戰爭的緣故 這個土地 佔領著 為了要賠償 考慮到他的戰爭賠償 所以必須 在這個土地裡面 或者是 根據聯盟國的利益 希望日本不要太強大 他就限制了日本 在這個島裡面 所以將他周圍的島嶼 連結跟別的國家的島嶼 盡量做切割 所以又不能把它分割出去 所以只好最好的方法 用佔領的方式 把它佔領久一點 那台灣民政府的出現 讓美國必須要解決 這個六個地區 那就是 被佔領的這些日本的民主 全部都要怎麼樣 都要一併的要解決 所以現在聯盟國 中國的敵對國是誰 是共產集團 所以中國跟俄羅斯結盟 一定是 這是必然 也只有這個 然後難說難定 頂多多了一個北韓 這些共產體制的國家 所以再講白一點 舊金山合約 當時杜勒斯在簽署 這個條約的時候 就已經很清楚 為什麼 原因在1949年 國共內戰的民主聯盟 被戰敗 1950年 南北韓分割 38部線之後 他的兩邊 那個時候 舊金山合約海廟簽署 50年之後 51年 德藝允簽就開始簽 頂多了是 就把這個第一島鏈 所謂的反共聯盟 就把它劃出來了 把他劃出來了 那另一方面 平定或政府會導致主權的移轉 除非他是國土性質 主權轉讓使交戰國 佔領當然就停止了 沒有主權 除非是這個 以合併國土的形式 且透過和平了約生效 也就是說舊金山合約 有沒有把台湯都給美國 沒有 只是用佔領的性質 再來 這裡講到 民政治理當地下的 游防人員 這個就 美國軍政府 小夏一定 他們會成立 當然這個 民政治理當地 他可以跟美國軍政府合併 軍事政府合併也可以分開 他也可以 軍事政府 小夏的 平民政府 也可以兩個 並在一起 同時治理一個地區 一樣的概念 他這裡提到 民政治理當地 通常檢除敵軍戰民狀態下建立 也就是說這裡有提到 在最短的時間 也就是說 這個民政治理當地 金事政府一定要成立 當地的民民政府 要教導這個民民政府說 立法行政跟司法獨立 三權分立的這種制度 之後呢 金事佔領就要做什麼 做最終的 要結束了 要結束之前呢 會把這個權力全部下放給 接任了這個治理當局 民政治理當局 民政治理當局 所以我們臺灣民政府 依據國際法 成立了 最後會 將來會 成為什麼 這個土地的 這個 政府 合法的政府 這個土地 未來的合法的政府 那中華民國 不管他在這裡 佔領一千年 或帶領美國 治理一千年 他還是 沒有辦法把主權力轉為他 所以 為什麼會有統獨 這個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一些 無聊的話 無聊的意義 他們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 請神容易送神來 送神來 美國一直跟中華民國講 好聚好善 不要那麼 鼓鼓地 我叫你們的人 有文明一點 不要搞一些 比較不文明的方式 就是 丟那個 在門口種火的 那個叫什麼 野蠻的行為 所以 只是會讓人家看扁 中國系統的這個 人民 是 不接受文明的那種 教育化 不要再學那種中東 找那種 比較明翠色 或者是不理性的方式 在台灣製造一些動亂 你們知道嗎 台灣動亂 誰最擔心 蔡英文 蔡英文 你們蔡英文 對 因為 在美國FMSG裡面顯得很清楚 只要這個地方的次序混亂 美國可以避免台灣民政兵的民意直接進來 所以 不要我們擔心 他們的警察一定要想辦法照顧 否則的話 蔡政權的政權本身就是一個虛的 空的 我們講說它是 傀儡也好 或者是過渡也好 你不管是過渡 那你既然選擇了這個路 你就必須好好的過渡 不是嗎 所以你要維持整個台灣島內的安全現狀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把它維持 否則的話 你不行我們來 對不對 所以祝福他們好好的保我們的安全 尤其台灣民政府不能受到任何的傷害 這個都可以讓美國直接進來的一個理由 直接進來的一個理由 這樣也是一個事實 有沒有 這裡提到 被侵略的政府無法公開執行 其職權 入侵者成功取代 當地具有正當性的政府 這個也是台灣關係法的觀念 日本政府不在這裡了對不對 過去管台灣的是總督府嘛 後來這個總督府的政府 美國根本就不准他在這邊繼續管理嘛 照理講他的政府是要持續進行的 可是日本政府已經不存在於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要怎麼樣 這個政府侵略被那個什麼 這個佔人 就可以取代當地具有正當性的政府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為什麼只能是自理當局 他做的是什麼事情 做的是地方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就當地 當地 當地應該做的事情 什麼叫政府 什麼叫政治 就是管理眾人的事情 不管是難民也好 不管你是什麼民 反正你就來這個區域 就是我管的 那我就有責任去治理 去管理你們這群人 我就會訂定一些遊戲規程出來 一些法律出來 當然法律都是 以他們為主 沒辦法 誰叫我們是 我們的祖國是葬拜國 時間有限 好 有沒有 好 第358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是我們工法的 把他納入進來 到他那裡 整個軍事 就是軍事佔領的時候 必須要跟他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雖然控制了這個地方 但是並不意味著 主權會移轉到 佔領者的手上 不能移轉 不能移轉 美國很清楚 美國非常清楚 有沒有 交創國佔領 在戰鬥進行中 兼併佔領地 或在那裡 建立新的國家是不合法 有沒有 兼併佔領地 對你有效的控制 有效的管理 這個地區 不代表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建立新國家 這是不合法的 就好像ROC 不能藉著佔領 怎麼樣 在台灣建立所謂的 國家 這個要建立國家 其實中華民國有一招 可以解決 你們知道嗎 告訴你們 他必須要先打扮美國 然後再打扮中國 然後再打扮日台 有沒有可能 好 聽幫你也打 OK 參考就好 OK 好 再來 禁止孝宗宣示 有沒有 禁止強迫佔領地的住民 孝宗 敵對口 台灣人跟中國人過去是什麼 敵人嘛 對不對 台灣人跟美國過去是什麼 敵人嘛 對不對 所以不管是美國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能不能讓台灣人當兵 是不可以的 這邊寫得很清楚喔 所以他們犯法 犯了其實什麼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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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到時候 我跟你講戰爭罪 沒有借數其的實現 就是唯一的不能 不行就是不能跑到墳墓裡面 挖他出來 死了就沒辦法 看找是要找人 一般都是找元首 誰接是誰 誰要互助 那個交給國際法庭處理就好 那一定有機會去做轉型正義的 有沒有 這裡剛剛有聽到 有沒有 恢復以維持公共刺激的義務 這是義務 這是義務 有沒有 原來激政當性的權力 事實上已經被交到佔領者的手中的時候呢 佔領者必須盡全力恢復 不保證該地區的公共刺激安全 所以台灣民政府 安不安全 要絕對安全 絕對安全 我說這些抗議的人都算好了 他們只丟玻璃 玻璃比比較便宜 打破龍賠你 他們抗議出來 就是說 那個要抗議的來喔 講好喔 我們可能會用過一些公務喔 他們的東西喔 要來參與的要出錢喔 沒有出錢 那誰要付這個錢 對不對 賠償的錢都沒有付啊 是不是 但是你不要打到 你不要傷幾道不顧 你傷幾道不顧 那就不得了喔 那就不得了 所以蔡英文的責任 我剛剛講過嘛 這是蔡政府的責任 他要想盡辦法竭盡所能 你在媒體怎麼罵台灣民政府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台灣民政府的人身安全 跟整個建築物 都不能有絲毫的損壞 你要去損壞 有種你去去 沒有關係 這個事情只要到美國謝恩恩 那事情就大條 事情就大條 這個叫公然怎麼樣 公然 挑戰 這個對 沒錯 那最簡單的方法也沒關係 美國就說 你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就管把這裡的治安弄好 我們有道理不進來 對 他就有進來 OK 不可侵犯的權利 這個是在 立立海牙公約後 第十十七年 好 你看台灣關係 我要提到 台灣關係法 什麼叫做可以稱為 台灣關係法 什麼叫做可以稱為 台灣關係法 什麼叫做可以稱為 也就是他的名稱是可以彈性的 欸 哪有 放回來了 放回來了 由於美國總統已宗旨 美國對台灣治理統治當局 那個時候 這邊就已經寫台灣統治當局 1979年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美國不會認為有必要制定本法 好 這裡有兩種人 你知道嗎 這裡有兩種人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兩種人 哪兩種人 你們知道 給你講答案 台灣關係法的兩種人 在第一 第一到第二 第一種人叫台灣人民 第二種人叫什麼 中國大互人民 也就是台灣有兩種人 基本上就有兩種人 第一個是叫做什麼 一種佔領者 因為這個 他帶領美國 佔領台灣 代理 所以說台灣兩種人 都被佔領 那佔領的人 那佔領的人 剛剛我們講的 不能去當兵 佔領者 他本來就是軍政府狀長 被佔領的 是我們這些被保護的人 就是日內瓦工業裡面 被保護的人 有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台灣人民的安全 和社會經濟制度 遭受到威脅的時候 總統 這是指美國總統 台灣關係法裡面 只是總統 如遇到台灣人民的安全 所以說台灣人民 照理講應該是被保護的人 被保護 只是這些被保護的人 好像被虐待的感覺 阿伯 阿伯 那好 沒關係 我們就 直接看影片 看影片 來 這下20分鐘 我們先看這個 力表最強的戰鬥機 F-22 Crazy 超激動性能空中禁止彈曲 比如說F-22 它有辦法跟直升機一樣刺空在上面 你們相不相信 它這個F-22是世界上第一個服役的第五代戰機 你可以到那個 開始播放一下 F-22 要變成第五代戰機 它必須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它的超激動能力 第二個條件就是它能夠逆中 第三個條件它能夠超音速巡航 第四個條件就是 它的超級審核 能源的那個審核 非常審核 OK了嗎 沒有 不然我們同行 我們的學員的福利就沒有了 所以美國在那邊做 其實台灣很安全 因為後面我可能要講那個 台灣要裝置20 10座的電子軌道包 那個時候 就是台灣擁有 目前美國架設在台灣的整個防禦系統 或許台灣沒有辦法進攻 但是防禦能力 中國要進來 恐怕很難 非常難 沒有導彈 也沒有用導彈 因為我們台灣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雷達系統 最密集的防空網 也就是說 中國只要任何一個導彈出來 要想要對台灣 台灣的這個 炮彈 那個導彈系統 反導系統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可以殲滅 中國的導彈系統 那你不要講說導彈 光是飛機 飛機要來超過台灣海峽都很困難 因為 新竹熱山的那個雷達戰 中國只要一起飛就已經鎖定了 就一開始鎖定了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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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比樹枝 ИПОРСЯ 超激動性 這就是 ел nell 兒竟 美国这次除了航空母舰 其实直接一次 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 注意看喔 他突然间在空中就停止了 停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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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飞机吗 这是噴射飞机 不是直升机 这个不是我要的那点吧 你刚刚copy的那个 你可以直接从我的那个 水声碟那边播 高级版影片 F22 超机动性能空肌禁止盘旋 高级版的部分吗 对 高级版 高级版对 高级版影片 F22 超机动性能空中禁止影片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自攻 有没有 来我们看F35 F35 地表最强雷达自训练 最近最流行的F35 这也是第五代战机 第五代战机 F35可以垂直 垂直 请这样 可是我们注意看他的整个雷达系统 比F20更优越 他可以搭配F16 可以搭配F16V F16V就是未来台湾 那个升级版 台湾AV的升级版 这是他的那个整个中控中气 F35厉害的是他的联统 他可以把信息 拨给F16 拨到那个7度键 拨到5K 拨到那个前球音 不宜心都可以 他把这些资料整理的时候 交给要战斗的飞机 而且这个已经是超出 资讯战的范围 资讯战的范围 这个不是B型 对 应该是C型 美国F35 他分AVC型 B型是给部战队 F35 其实人家说 F35是属于外星人的机构 目前陆地上的飞机 没有办法像他这样 他可以在空中这样子转 也可以直接降飞 所以他几乎已经是没有地心领域了 除了这个之外 他的资讯非常的强大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雷达系统 就是他的部分 而且他可以 对好几个目标 像F22 可以同时对200个目标来 来锁定 所以甚至于他把这个资讯交给F18的时候 美国的航空母舰 那个舰载舰F18的时候 F18可以载使 AIM-120的舰载舰载舰单 针对四季外的遗迹 也就是说 F35它便可以很高 把这个资讯交给F22之后 由JX-18之后 叫F18来发射导弹 对他们要的目标 這是突擊箭,陸戰隊突擊箭 突擊箭現在已經有一艘去南韓 好幾個,彗星,一部T,一部P 還有電戰機 它的殘落力沒有那麼好,它的推力沒那麼好 它就是一個會飛的電腦 而且它是密中的,它也有自己防禦能力 好,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來看熊山與工山的實測影片 最近有型的熊山有沒有 不是要打到中國去嗎? 熊山是工山 熊山是地對艦或是艦隊艦 工山是地對攻或是艦隊攻的那個導彈 熊山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天空,天空山形 然後移動式的雷達也是陣列式的 活動的那個還可以垂直發射 垂直發射可以在空中之後再轉方向去打目標 我們發射準備要守定目標 你們知道工山 天空山形的那種導彈有沒有 去年花了七百多以來 大概成長 那你們只想一刻一刻來講的話 七百多以七百多 好,這是熊山 好,這是熊山 跟那個金江艦一樣 學費式的那個發射 熊山是針對中國的軍艦 軍艦也好,潛艇也好 或者是航空母艦也好 他被號稱航母殺手 其實他們成功得到他 達到目標 他可以貼海面 貼海面的飛行 三公尺到二十公尺以下 這次敵船被打到那個就是三公尺左右 貼著海面 所以他可以奴彈雷達的那個偵測 所以他可怕是可怕在這裡 所以中國說我們雷達有辦法 除非他有那種像E2K 或者四千球運賽有辦法 否則的話 很難被他的陸基型的雷達所偵測 命中目標 聽說他們射那個軍艦 兩分鐘內全部沉默 打到中間打到要害的時候 兩分鐘之內沉默 來我們再看那個標準三號 飛彈命中導彈 現在韓國那邊 美國已經同意要架設所謂的薩德系統 就是這個部分 標準三型的 專門在針對美國中國的導彈在攔截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實際測試整個標商的威力 它也是用垂直發射的方式 然後他們在模擬中國的任何型的導彈 尤其是東風31、41型的導彈 開始做陣列性的掃射 而且你看空中也在掃射 從上面到下面 這是用45度角度 所以他任何的角度 他們都把它做偵測 不能放過任何的 現在做進行模擬 有沒有看到是東風幾號 已經開始鎖定了 他們這個會到那個大氣層 到太空那邊 再從太空向下 所以他們必須要到太空以前 或者是到太空之後要做攔截 因為那火箭會一個一個掉 一個一個掉 推進去一個一個掉 在這裡 準備已經 已經掃描到了 這個又是不同的那個雷達 海面艦艇的雷達跟那個 那這個是驅逐艦 驅逐艦就會搭設這個標準30的導彈 那現在進行發生要去開始 已經鎖定 他們已經鎖定目標了 準備要針對那個導彈去做摧毀的動作 這個驅逐艦的那個 神盾級的驅逐艦 你們要注意喔 最後一個最末端的那個椎體有沒有 是日本跟美國合作出 研究出來的 研究研發出這個 這個部分 變成一個小椎體 然後他現在已經 主動導引嘛 開始找那個導彈的那個彈頭 已經找到對象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 主動導引 雷達主動導引 開始追捏導彈 那這個部分 日本有參與這個研發 最後一個 就是導彈目標了 開始 主動導引 開始追導彈 沒有 導彈 沒有 導彈 在太空中 就 摧毀於空中 摧毀於空中 我們還有時間 可以看 好 我們來看那個 飛彈會轉彎的F-16B 飛彈會轉彎的F-16B 這個就是美國要給人 在台灣的飛機FAB做升級 他的特別之助就是說 他被人家 因為蘇凱的系列非常厲害 他可以隨時用到 波波拉的那種角度來 通風煞車 這就是蘇凱系列 不管他是蘇30 蘇30 蘇30 都長得不一樣 蘇27 這個F-16B 這個F-16B 好是好在他的AIM-120 AIM-9 X 他的飛彈會轉彎 你已經知道他在追你的 對不對 雖然你被追的是你的導彈 以前要過去要跟他纏 看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後面的永遠被遺落前面 過去的空戰是這樣 有沒有 他被追了 怎麼會被追了 趕快發射飛彈去跑了 AIM-9 會轉彎飛彈 那個空空導彈 OK 下一個 下一個 中國最可怕 俄羅斯最可怕的 就是他們的導彈 那我現在就看 中國怎麼樣模擬 中國導彈 飽和攻擊 日本的飽和島系統 怎麼樣去摧毀他 來 所以這個 這是未來的戰爭 都是這個樣子 老百姓在那邊 碰來碰去 碰來碰去 然後戰爭就結束了 那現在開始在模擬 共產系統 有沒有 這個是 保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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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打算都可以達到每個 都可以達到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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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麼樣 他們每日這個同盟 怎麼樣去摧毀這個 從中國導彈的這個威脅 威脅已經抓到了 威脅已經抓到了 他們艦隊勁都可以做自信聯絕喔 他們艦隊勁都可以做自信聯絕喔 可以做自信聯絕 交給七五劍 七五劍有很多那個掃蕩 像是剛雕三 就從這種進劍裡面發射 尤其是要垂直發射這樣 起來吧 垂直發射這樣 沒有 開始了 聯繡 他每一秒可以一爆 每一秒可以一爆 所以他的整個實力是很短的 因為畢竟導彈都是有速度的 我覺得都是超音速的 然後這個就是 勒三基地區長得這麼大 十層樓一樣 正方的一個 一個雷達戰 正面式的雷達戰 各個角度 從船艦從通舟 然後 一個一個吹回 一個一個吹回 飆山是這樣 飆山上去是一對二 一個打造 第二個自動毀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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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對 最后我们再看时间到了 不能看 不要看时间到了 开始时间到了 今天课程到时代的段落 谢谢大家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用餐时间 用餐后以后 12.05分要考试 进到这个地方要考试 我们再次掌声 欢迎我们的分享师 有声音 有声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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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 Institut 最好 不在这 checking 這跟無線一樣,這個DJ塊還是我 你這都自己來做什麼 他來做什麼,這才代表啦 他這的人 他我不知道啦 所以你這樣說,我怎樣 但這最好,就給我這 我一直在他吃這個,看他要去吃 這個 這個嗎? 你了就好 我好,考試這個沒問題 考試沒問題 考試沒問題 所以現在 那這樣就好了 現在這個,這個的金色沒有 這個,這個要不要金色 沒有,我看就金色了 你自己去金色了 對啊 那就給我 對,我沒有 我還是要轉 決定 睡覺 在這部,這裡 有,在這裏 用這些東西 我先好啦,啊 谢谢大家